幸福三重奏次播出以来也是圈了不少的粉丝,因为节目记录三对明星夫妇的日常真实互动,一些生活的细节也是十分的真实,让不少的小夫妻也有感同身受的情怀。 节目组也是邀请了大S和张晓菲夫妇,福元爱和江洪杰夫妇以及陈建斌和蒋晴晴夫妇,不同于福元爱和江洪杰一般的新婚夫妻的甜蜜和恩爱,陈建斌和蒋晴晴已经是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了,所以也变少了一些浪漫的气息。 在最新播出的节目当中,节目组邀请了大S的妹妹小S,来到了节目当中,而小S本来就是一个话多大大咧咧的帅人的人,所以小S一来,大S就带她去拜访了另外的两对夫妇。 小S也是发挥了自己主持人的精神,为了福元爱夫妻一些很犀利的问题,不过也是相处得非常的融洽,三对夫妇从第一期大家就可以看出来是没有什么接触的。 所以借着小S来的机会,汪小飞就提议大家一起吃饭和唱歌,增进一些感情,这个提议也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 而在这期播出的节目当中,却看到了蒋晴晴崩溃大哭的画面,看到蒋晴晴怀着八个月的大肚子还哭得这么可怜,也是十分的心疼了。 看了节目才知道为什么蒋晴晴会崩溃了,陈建斌其实一直都有一些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和好吃乱做的思想,这些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就展现出来了。 而在这期节目中,陈建斌要带蒋晴晴一起去外面吃饭,在客厅里面等着,但是大家都知道,女孩子出门本来就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的,你没需要打扮一下。 所以就让陈建斌等了一会,等到蒋晴晴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收拾的差不多了,但是想起眼镜没戴,所以就又回去找了。 但是这个时候,陈建斌就很不耐烦了,冲着蒋晴晴喊了一句,等你呢? 然后蒋晴晴也意识到了陈建斌生气了,所以就赶快出来。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眼镜也没有找到,出门的时候因为陈建斌生气,所以与其也是很温柔,不敢大声。 不过陈建斌从出门生气,拿着包就走。 在蒋晴晴说,要去关门的时候,陈建斌发脾气爆出口,脱口而出神经病三个字。 但节目组却没敢配字幕,听到陈建斌骂自己的蒋晴晴情绪,就完全绷不住了。 在车上崩溃的大哭,一直数落陈建斌,说他就是大男子主义,什么都必须听他的。 但是此刻的陈建斌也没有什么反应,其实蒋晴晴照眼镜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毕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,外面的太阳是十分的刺眼睛的,就连大S也是因为太阳太大才不愿意出门的。 但是陈建斌对蒋晴晴的态度确实是应该受到指责的。 本来蒋晴晴这个阶段就是比较难受的时期,陈建斌非但没有体谅他还发脾气,这就是陈建斌的不对了。 只能说陈建斌老师以后还是改改你的大男子主义,不然像蒋晴晴这么好的妻子可是不好找了。 对陈建斌对,蒋晴晴发脾气,你怎么看? 蒋晴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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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颜色,您好看 hoor。